好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香港現在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說香港現在沒有新聞 香港真的有很多新聞 不過我在Facebook那裡我看到有一個paint 我看到有一個不知是在說哪一則新聞 應該是在說 忘記說什麼新聞 然後有人 post 類似其他節目 然後就有這樣的 reply 就說 我經常都見不少 有時候就說 我所有海外的KOL 我都不會相信 然後有些就會 reply 所有離開了香港 繼續說香港新聞我都不會相信 那我就不會對我入座的 因為我不是KOL 我也不是YouTuber 我只是做網台節目 但是我覺得 香港就是很多這些 就是smart ass 我希望我沒有說到你 第一 離開了說香港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離開了不可以說香港呢 是不是 那你就走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理解 那我想反過來 那在香港說香港是不是一定好呢 是不是 這個不合理 而 往往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你在香港就不能說香港 你可以說 你怎麼評論 你不能評論 那我先說這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說完了 對 因為我想說香港其實真的有很多新聞 香港不是沒有新聞 香港有很多新聞 不過你能不能說到 我敢不敢說 這件事就好笑了 但是不管,你割頭出來,你是副校長的,就有份有負責 但是看這個款式又不像很壞 我不懂理的,不過呢 就憑這件事 你們整個管理層,你也管理層 就含鬧了 就是,荃灣聖芳製中學 這些學生轉校 這些學校,這些學校 這些學校代作把鬧嗎 那麼,就是這樣的,我不管 可能有老師的,這些一觸高打錯一傳人 可能有很好的老師 可能有很好的學生 但是這樣 有這樣的新聞 什麼事呢 就是說 有人報料 這間聖芳製中學 有沒有網友認識聖芳製中學的 這間學校是怎樣的,我真的不懂 找網友報料 他在吃早餐的時候 學校突然播放國歌 在吃香腸的時候 或者在吃蛋的時候 又覺得 很像奶 可能會在驢一下腸 怎麼像奶 十四個學生 當天身處於 雨天的粗腸 身處雨天操場是什麼意思? 即是下雨還是操場叫雨天操場? 我真的不知道 總之不知道 Anyway 十四個學生 就被校方指 不尊重學校 並違反國安法 停課三天 即時離開校園 OK 學校就是說 逢星期三和特別日子 都會播國歌的 上星期不上星期五是什麼日子? 我就逢星期三 為什麼逢星期三不播國歌呢? 我先問你為什麼要逢星期三播國歌呢? 你星期四不尊重中國嗎? 你星期五不尊重祖國嗎? 你星期一、星期二不用尊重祖國嗎? 為什麼星期三? 你先告訴我為什麼星期三 這些事情不合理 為什麼早上播? 晚上不用尊重嗎?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行為 你認為你不聽就是不尊重的 播國歌就等於尊重 不播國歌是否等於不尊重呢? 為什麼只有星期三呢? 一、二、四、六不用尊重的 星期三播完國歌 星期四就說 丟來老母共產黨 是不是這樣呢? 他就說 因為當日有教育局的人員到場視察 所以校方就要做些大農訪 羅翠蓮副校長 即是這個八婆 就回應 為什麼不是校長出來回應? 校長死了嗎?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搜尋 現在這個人 聖方濟中學的校長是誰? 他說不是突然播國歌的 是有宣佈的 但是學生仍然在吃早餐 對於校方和場合不尊重 那為什麼你要吃早餐時間播國歌呢? 十幾個啊 就是這個早餐時間 是不是你不尊重啊? 為什麼你要在別人吃早餐的時候播國歌呢? 你不是在別人在柯屎的時候播國歌? 那如果在柯屎的時候播國歌那怎麼辦? 啊? 舊屎塞進腸裡面嗎? 真是狠 還是怎樣? 即是在柯屎的時候播國歌 我站起來 舊屎掉下來 那就很尊重了 他說校方向攝氏學生指他們不尊重學校違反校規 加上有部份攝氏學生屢勸不改 多次在組會時間仍然吃早餐 組會時間不是吃早餐來做什麼? 校方於是決定停課三天 他說他個人沒有直接與攝氏學生對話 也沒有指他們違反國安法 那你評論什麼呢? 他說當時校長被罰學生訓話時 就只是告解他們的行為 在校外會觸犯廣法 就拘捕他 叫國安 這麼嚴重 是不是? 牽涉國家安全 哇 有人播國歌吃吃了早餐 很麻煩 很麻煩 他說 停課三天會不會太嚴重 他說學生違反校規就不同刑罰 對於這間學校的停課就不是很嚴重 那就是說他犯的事不嚴重 他不尊重學校 犯國安法 很嚴重 他就說當日沒有教育的人員到場 報料讀者說 當日突然走向雨天操場摘罵十四個學生 就是這條羅副校長 就不是校長 那麼 被罰的學生 就有人在排隊裡 只是在等快測而已 並不是不願回課室或操場集火 更說校方謊連篇 我覺得很開心 看這些新聞 第一件事 我不會罵學生 我會說學生是家長 我也不會罵這個羅副校長 其實這個羅副校長就好像中共和港共政府一樣 是共業 是吧 是共業 難道你現在有抗爭嗎 是吧 革命不行 我們不搞革命 走 是吧 所有聖方濟中學的校長 不是 家長 你看到這宗新聞你有什麼感覺 我明白 我沒有資格 我沒有資格說 幫子女找學校這件事 可能是很煩 可能要因此很多錢 可能你找不到 我只會這麼說 如果我是家長的話 馬上離開 馬上離開 馬上不讀 你這間學校怎麼讀 怎麼讀 怎麼讀 是吧 是吧 他做這些事情 他沒有任何制衡 他就繼續 他不會覺得自己是錯的 他下次還是會照罰的 當然你說那些學生 除了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些學生做了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是吧 就是 可能 可能他一聽過歌 突然間 立刻撥起來 立刻撥起來 這樣可能就不太好 這樣就 那麼 他怎麼吃早餐法 是吧 他怎麼 喂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情境 是不是 寫著你播歌 就像一群人 都站在那裡 聽過歌 然後就發覺 咦 有幾個洞在那裡 不齊 總之不在隊 全部都要罰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就覺得你不會突然間 你找到十四個人 你怎麼 難道你一臘 一七個在那裡吃早餐 八個在那裡等快篩 你不會的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可能你就點名 接著就播歌 那段時間 不在那些 你就發電了 然後你就發電了 你就全部都說 哦 全部都犯說法 不聽解釋 喂 不是啊 我那時候 不行 我猜是這樣 我不知道內情 可能不是 但是這個經驗 是最低的 如果正在吃早餐 那正在吃早餐 怎麼辦 正在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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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突然 為何要播歌 我又不太明白 這事情就講得明白了 播歌期間 全部都要站在那裡 按摩 是不是 一天就是這樣 那你天天播 那我又問你 為何你星期一不播 啊 從頭播到尾 一、二、三、四、五 天天播 為何你不天天播 呢 只要吃早餐 才要尊重國家 如果你說你都不討論 這些學校 我相信很討論 怎麼讀呢 怎麼讀呢 如果兒女回來 爸爸今天被人踢出校 為什麼 他說我不尊重學校 他說我違反光法 你們做什麼事 你是不是 拿個汽油彈回家 不是啊 吃個播歌時 我正在吃煎雙彈 我立刻打給羅副校長 我屌你老母 是不是 打給你副校長 什麼羅翠蓮 我屌你老母 羅翠蓮 如果我是家長 我會這樣 這樣說而已 應該不會 因為我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就離開 逼你讀的嗎 這間學校 送錢給你嗎 你還要給錢 這些學校當然是馬上離開 但是還要讀 真的不懂得說 我問你 如果福建大中學 和這間中學交流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選 我也不知道怎麼選 要不就讀之前的 什麼 要戴著口罩 那些學校 現在香港的學校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讀 要不就不可以吃早餐 要不就要跪 要不就要戴口罩 要不就要戴口罩 真是很慘 所有學生 我真的都很慘 所以會偏激 明白嗎 我明白的 所有學生 為什麼會偏激 有什麼辦法不偏激 真是慘 看看網友有什麼報料 Econ 101 獨裁必然會出現低效率的使用資源 不是的 你覺得對 除非獨裁者是一個明君 這個 就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DNA 就是追求明君 所以 鄧小平很偉大 改革開放 我真的覺得 毛澤東搞得你不說 這件事很神奇 很神奇 KT就說 長洲覆核王 郭卓堅 上星期五是日品高院 政府不接納 早前七名西醫 發出兩萬張針子的司法覆核 嘩 不愧是長洲覆核王 真是厲害 永垂不撓 還可以繼續覆核 兩萬張針子明天失效 真是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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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有些真的可能是我剛才所說 可能他長期病患 我不能打針的 都不給 哎呀 我先把針放到智能了 雨天操場就是 給你淋雨的操場 是吧 我很無聊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真的不懂這個詞 那為什麼不是露天廣場 露天操場就是露天操場 你雨天 就是你雨天用的 雨天一定要淋雨傘頭嗎 我不明白 真的很奇怪 露天操場我就明白 是吧 雨天就是雨天才用 奇怪 OK 繼續 Anyway 謝謝 謝謝這個補充 聖豐 聖豐 聖豐就是全港排名182 同區排名第七 是一間BAN2B的南校 OK BAN1還沒BAN2頭 OK 何智宏校長 不知道死了去哪 不知道 叫做校封都OK OK 聖豐就是中學頂到LUNCH 要一邊看洗腦片一邊吃飯 嗯 真是好笑的 唉 真是慘 我怪一些家長 我真是怪你的 希望不要說到你了 如果你有小朋友在讀聖豐製中學的話 我覺得馬上要找 怎麼搞 怎麼讀書 其實香港真的不需要讀書 真是浪費 要自修 就是香港學一種語言 學一種語言 學一種技能 是吧 就夠了 其實 讀書讀得好 那又如何呢 是吧 李家超也讀書得好 李家超好像有兩個A 那又如何呢